武松明明对张突坚百依百顺 一找到机会就向他表忠心 为何还会被陷害 这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一切呢 还得从孟州快活林那一片的产业说起 快活林之所以叫快活林 不仅仅是因为里面各种行业都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那里简直是躲避朝廷赋税的天堂 因此 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喜欢去那里消费 身为老城营管的施恩也发现了商机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召集了一群亡命之徒 在快活林中开了一家酒肉店 顺便成了那一代商铺的管理者 商户们想在快活林好好做生意 都必须要在他那里打点一番 一开始的时候 施恩确实赚到了些钱 施家呢 也凭借在快活林的产业 建起了高楼 埋起了轿子 这让跟施恩老爹差不多级别的张团恋 眼红得不得了 而张团恋不是别人 正是张都坚的败把子兄弟 两方人马便开始了暗自较量 张都坚手下呢 有个蒋门神 施恩手底下有个武松 两人都算是打手 可关键是 蒋门神打不赢武松 快活林又是个油水大的地方 张都坚不可能轻易放弃 这就导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一是找个高手来帮忙 而且这个高手必须要打得过武松 派这个人去打施恩一派 这条路表面上看起来不错 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 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要是能找到 哪还轮得到让蒋门神去看场子 二是呢 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干掉武松 然后再派蒋门神去捶施恩一顿 既出了恶气 又夺回了快活林 这条路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比上面那条还难 想要成功跟吃人说梦差不多 最后就是拉拢武松 然后让武松和蒋门神 一起联手干掉施恩 这样呢 整个快活林就都是他的了 相比前面两条路 这条好像是最行得通的 于是他便派人去请了武松 再见到武松以后 张突坚对他特别的热情 不仅点名让他亲随 还带着他去做衣服安排住处 甚至还把府上最美的丫鬟玉兰 介绍给武松 如此种种让武松感动不已 甚至还直言要好好报答张突坚 武松说要好好报答张突坚 究竟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呢 毫无疑问 是真心的 要知道 武松在水浒中的设定 就是讲江湖道义的人 只要你对我好 那我就会加倍奉还 有人说 武松之所以会在听到 玉兰喊后院有贼时 跑得那么快 是因为他对玉兰有情 想要英雄救美 俘获玉兰的心 但是这种说法 未免有些浅薄 武松是什么人呢 当初潘金莲 想法子勾引他的时候 他可是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如今不过一个玉兰 又怎会真正的迷住他 他跑那么快的真正原因 是他着急在张突坚面前 表现自己 他想要通过 帮张突坚抓贼的 这种方法 报答对方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心想要报答的人 却设计陷害了他 当他踏入后院的那一刻 他就成了张突坚口中的贼 那么 问题来了 张突坚拉拢武松 分明拉拢得很成功 那他为何还要陷害武松呢 原因很简单 一开始他拉拢武松 就是为了让武松去对付石恩 可是呢 在后来的相处中 他发现武松是个知恩图报的 石恩对他有恩 他不可能再背叛石恩 再有就是 张突坚的主要收入来源 就是靠手底下那些人孝敬 但是突然半路杀出来个武松 先不说石恩那边怎么处理 就连他手底下那群人 恐怕都会不满意 一旦他含了手底下那群人的心 那日后又该怎么敛财 所以 无论是出于哪方面 张突坚都不可能重用武松 归根结底就是快活林的油水太大了 而且两方都不愿意退让 就那当初张团恋夺了快活林以后来说 如果他愿意给石恩一点好处 两伙人一起共享快活林的油水 那就不会出现后面的事情了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后来武松帮助石恩夺回快活林以后 他也完全可以给张团恋一点好处 以达到双方和解的目的 可是呢 他同样也没有这么做 这就导致张团恋向张都坚求助 可关键在于 如果张都坚动用兵力 那快活林的油水就会被朝廷的人知道 到时候就是真的谁也快活不了了 因此 他也选择私下较量 这才有了后续的一系列事情 而武松坐上贼人的名号后 就顺其自然地被判刑了 蒋门神小人得志 直接带人杀到了石恩家 又打了石恩一顿 而且这一顿打得十分狠 揍得他基本起不来床 就连武松被发配的那天 他也是挣扎着去相送的 武松见到他时 他不仅包着手臂还包着头 还不忘给武松 带了两只熟鹅和两件衣服 这些东西虽然不多 但也彰显出了石恩对武松的情意 送完东西以后 石恩就哭着离开了 而他之所以会哭得那么伤心 是因为他心里清楚 武松辞去 大概率是凶多吉少 毕竟那两个公差明显是要武松的命 即使武松武艺再高强 可他手无寸铁 而且要枷锁在身 只怕是难逃一截 那么 在重重枷锁之下 武松又是如何反杀成功的呢 石恩送的烧鹅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武松的胜利 刚开始上路时 武松就一直在吃烧鹅 可以说 他走了一路就吃了一路 倒不是说他馋 而是因为他要补充体力 毕竟 自从8月15那天晚上 他吃了东西 喝了酒以后 就被抓了起来 在牢里肯定是吃不好 睡不好 所以 补充体力十分重要 走了不到五公里以后 武松就把两只烧鹅都吃完了 体力得到了很好的补充 下一步就快逃命了 没想到武松还没做些什么 就看到讲门神的人 已经等着他了 于是 他决定先发制人 借口说要洗手 结果却将押送他的两个人 踢到了水里 又顺手折断了枷锁 将讲门神派来杀他的两人 给解决了 顺利逃出了飞云谱 之后呢 他怒气冲冲的杀了回去 开始血溅鸳鸯楼 给张都坚来了个满门抄斩 在张府上见人就杀 连丫鬟都不放过 恨不得连蛋黄都给人咬伞 说到这里啊 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 当初潘金莲和西门庆 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情来 武松复仇时 也只是杀了主要人物 并未滥杀无辜 怎么到了张都坚这里 就开始变得如此狠利了 关键就在于 他一开始是真的想 好好帮张都坚办事的 梁山上那军人 十有八九都是被逼上去的 这说明 他们也不是生来就想做草扣 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 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呢 武松也是这样 杀潘金莲和西门庆 纯属无奈之举 毕竟如果他不杀 那就对不起他死去的哥哥 但那件事之前 他也是吃官家饭的人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小日子过得也还行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而已 如今张都坚给了他 重新吃官家饭的机会 他自然是又感激又欢喜的 结果张都坚到头来 只是利用他 还想置他于此地 换作谁谁不生气 所以他才会做出 如此偏激的事情来 而血剑鸳鸯楼 其实也是武松人生的 一个分界点 在此之前他是打虎英雄 是为哥哥报仇 不得已才犯下错的良民 但是在此之后呢 他的暴力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这也代表着 他再也没办法安生过日子 所以才会选择落草为寇 优优独播剧场——